可以啊 吃腰偷玩的 回了家了 等九点回家 回家还嗨着呢吗 睡不着 翻来覆去睡不着 因为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了 对他网上叫这个女的 这个你小女孩呢 十六岁 应招了 应招吧 到了他住的地方 早上了还是白天了 白天到了十一点 然后这个小伙子 他的供述 说是什么呢 可能是什么嗨大了 他说 不知道怎么玩的 他说他失忆了 但是呢 两个小时 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一个什么状态呢 他坐在椅子上 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 躺在床上 嘴里吐血 他不知道 他怎么把这个女的 给弄死了 就是 但死了 他怎么办呢 你说这个 这个二十四岁的 这个小伙子 就开始啊 把这个女的碎尸 搬脑袋切下来 然后呢 就说这个骨头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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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剃肉 说是 还刨挺解牛的 你还讲 还讲 你没看到 我跟子冬 你一边讲 我们一边低下 太可怕 此处三驱五百二十四 因为这个不能看 因为的确令人发指 就为什么香港市民 被这个案子所惊恶 就跟他处理尸体的方法 有很大的关系 他弄碎了之后 又法官 在法庭上怒斥他 就说你把人这个碎尸碎的 连扎都磨了 扎都没有了 最后警察是在下水道里边 那么一点点找出被扎 然后又把脑袋滴溜着 坐车到了九龙城 扔到海里 然后呢 那脑袋就没找回来到现在 梦哥没找回来吧 然后你知道吗 他杀了人 他也良心发现 也有良心 他坠坠不安 于是呢 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说 就杀了人 后来小朋友 那个好朋友就说 别开玩笑了 过两天 他心里还是压不住 又跟他的朋友说 这朋友说 一个笑话讲两次 不好笑的 我 都不生信 但是现在 给弄出来 他现在给判了终身监禁 然后一下子这个案子 引起人们对这个 原娇少女 包括现在就说 这个孩子们 他都怎么玩呢 这种问题的这个关注 对对对 那这问题 香港马上很多的讨论 媒体的讨论 还有一个地方讨论 就是在学校里面 因为香港这几年 推行教育改革 都把一个时事的新闻 来到学校来讨论 来引起很大的讨论 除了说里面牵涉到 校女网上还教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还教 原教到底是 怎么玩 原住嘛 原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那个价值观 怎么扭曲 很有意思 像这个事情 我看到一些朋友 在网上讨论 他们是当中学老师了 他们是说 那网上一讨论开来 很多女学生 在反问老师 一堆的问题 他回答不出来 反问什么呢 有些女学生说 老师 假如我为了钱 出卖肉体是不对的话 道德上面堕落的话 出卖灵魂 对不对 可不可以出卖灵魂 有些那个女学生 还说 你看香港 很多比方说 媒体工作的人 有些狗仔队 经常说 我没办法 我是打工 我是赚钱 老板 就我去跟谁 要跟谁 乱写谁 要乱写谁 那女学生就说 你看 这个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